早报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蓝绿2020大选总统大选的竞选造势活动 大家有一些你来我往的言语交锋 另外一个重点是香港的反送中 这个礼拜特别是周末情势 抗争情绪又升高 而且今天明天还会再延续下去 今天2020大选中国时报联合报 都把蓝银方面以及蓝绿最新的一个造势活动 放在头版焦点 中国时报123版 联合报13版 忠实聚焦 现在把整个氛围形塑是蓝绿对决 蓝银的韩国瑜昨天做了什么事 绿营的蔡英文昨天又下达什么样的指令 这是中国时报今天头版的呈现方式 而联合报的焦点则放在蓝银里头的分裂 看起来红海创办人郭台银明要参选事件在弦上 昨天韩国瑜一方面喊话 希望大家赶快回来 荣誉党员大家并肩作战 但是同时呢大家也说他说话酸酸的暗示 用钱不能够解决政治问题 还是要靠选票才行 这是昨天在蓝银方面的一些 肇事场合上的一些对话 好除了这个焦点呢 今天在内夜当中也有提到 所谓的换鱼说 先前国民党派了特使到中国大陆外面的说法 对外的说法是要来瞧一下 关于现在陆克布莱台湾 很多蓝银县市首长 觉得整个观光厂业大受影响 希望大陆方面对于蓝银执政县市 能够不要跟绿营或者是民进党划上等号 所以派上了特使到大陆去做沟通 不过昨天传出来的消息说 这沟通的范围还蛮广的 还包括说国民党向大陆国台办传达讯息 未来可能会换鱼说 这个韩国瑜的民调一直往下掉 说搞不好最后会换掉这样子 不过这个部分呢 当然国民党以及被牵扯进去的 郭台铭阵营都已经否认了 这是昨天的政治焦点 香港访送中 今天中时联合自由在头版也都看得到 中时联合释放在头版二题的显著版面 自由时报释放在头版的照片位置 图文位置 水果不给报更多 12345版通通都是 香港反送中的特别报道 昨天聚焦重点当然是包括 示威者堵塞了香港机场跟港铁 然后呢在机场的港铁部分呢 昨天是配合港府的政策是停开 所以很多示威者就徒步离开机场 整个抗争情势从礼拜六到礼拜天 其实是让人看了有一点点担心 因为整个气氛似乎是没有办法缓和下来 今天在联合报把星期六星期天的抗争现场 做了一些还原的报道 中国时报的焦点则是 北京方面再度痛批台湾的民进党政府 说是民进党策动 甚至支持香港的暴政暴力活动 目的是要来反对一国两制 这是中国时报今天在头版二题的报道角度 而自由时报是引用香港女演员 她过去曾经帮港警 不过看到她曾经支持的警察 这一次在整个活动当中 对民众有一些暴力方面的施暴 或者是镇压 所以她觉得她没有办法接受 这是今天自由时报在头版的图文报道 美国对中国课征关税 昨天中午正式生效 接下来的影响 今天两个财经报纸 头版也都有标题的报道 在工商时报部分 是头版头条来看看台湾可能受到影响平概股 先前很多人预料到马上就要生效 所以单子已经来了 说我们的平概股因为已经先接单 所以会抢先出货 这个接下来在八月份的营收获利 应该就会反映了 这个是比较好的部分 不过后续美中贸易大战 到底要谈到什么时候 对于其他产业会再来的影响 今天经济日报在头版二题的报道说 全球电子业因此损失了百亿美元 而且接下来会怎么样往后面延伸 影响时间会拉到脱长都不知道 旺报今天头版那一页则是非常有信心 说美中贸易大战就算现在打成这个样子 我们大陆企业完全不受影响 而且我们在全球的一些排名当中 还是排在很前面 这是旺报今天针对美中贸易大战的报道切入方式 快速扫描之后我们回来听听看 今天各个报纸头版详细的内容有哪些报道 联合报今天头版头条说 郭台铭参选建在弦上 中秋节前宣布团队整军备战 韩国瑜则喊话郭台铭大家并肩作战 今天联合报在头版提到 韩国瑜昨天的说法是说 国民党其实到目前为止 总共只发给两个人叫做荣誉党员 而这两个人当然一个是郭台铭 另外一个是大家念兹在兹觉得对台湾贡献非常大的行政院前院长孙运玄 所以既然郭台铭你拿到了这么珍贵的国民党荣誉党员证 相信国民党是大家庭 希望他继续团结一起拼2020 让台湾安全人民有钱 而在郭台铭部分他昨天出席了一场演讲当中 他脱口而出说 如果有一天我做中华民国总统 如果要找一个一起经营中华民国未来 这个侯友宜的二哥 这是高一大的附设医院的院长侯明峰 将会是何事人选 他也说他会找时间去看他 脱口而出的话其实是最接近内心真实的 所以大家说这个应该是跑不掉了 就是会选了 今天在联合报的头版 另外有点到说 昨天郭台铭也提到了台湾目前的内忧外患 说风暴俨然成型 包括香港问题 包括国安危 接两岸走上对立等等 甚至内忧有宪政危机 转型危机 政治内耗也非常严重 他批评蔡英文专制 他逼小英戴中华民国帽 但是蔡英文从来不谈中华民国借壳上市 也不愿意用这个壳 而且他批评说 现在台湾的民主 已经让民进党执政变成专制 法院是民进党开的 这是在联合报 昨天在郭台铭跟韩国瑜的一些互相言语交锋 以及郭台铭的一些言行 让大家觉得差不多了 就是要选了 那页三版联合报进一步来分析 说郭台铭现在参选有三本剧本 就连张淑芬 这是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的太太 也是郭台铭的亲戚 他也劝不住郭台铭 这三本剧本包括独立参选 幻瑜或者是操作气宝 以及败选职工党魁 这三套剧本 这是联合报 今天没有引述任何消息来源的话报导 说如果没有胜选的话 让蔡英文连任 郭台铭就要成为蓝营的头号战犯 韩国瑜呼吁郭台铭并肩作战 但是同时有暗酸他说 就算你存了三亿也改变不了政治 8号韩国瑜要在新北造势 可能会邀朱立伦跟侯友宜 不过侯友宜到底会不会去呢 这个恐怕没有这么乐观 以目前侯友宜对外的一个表态来讲 大家觉得他倾向不出席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郭伴表示 吴郭一定会见 外传无密谋要换鱼吗 来因痛斥 子虚乌有 侯海创办人郭台铭是否参选 见在弦上 国民党主席吴敦毅昨天被问到吴郭会的时候说 现在还在沟通当中 有党的副主席郝龙斌安排会面 会继续沟通 而郭振英说 两个人一定会见面 只是时间还不一定 而昨天传出来吴敦毅派密使 去沟通 换鱼说 甚至已经先跟郭台铭阵营见面了 说你留在国民党 必要的时候我们会把韩国瑜换掉 所以你要撑住这样子 但是这部分呢 包括郭伴 包括国民党都是加以否认的 我二哥对政治没兴趣 侯友宜说团队不合作 球踢不进去 侯友宜昨天在锦和公园 跟小朋友们踢足球 他意有所指的说 把球踢进去才是最重要 有时候盘球盘个老半天 团队又不合作 到最后球又踢不进去了 郭台铭说 侯明峰是好人选 侯友宜表示 二哥在乳癌 医疗方面是好人选 但他不是科匹 也不是赖神 也不是陈建仁 在政治这方面 他觉得自己的二哥差远了 王金平昨天面对媒体询问 说第三势力的问题的时候 他语带玄机的说 有道者会获得大家的认同 只要志同道合 同心协力打败其他无道者 这也是人民乐见的事 好 这是联合报 今天几个角度 从选战的议题来切 不过今天中国时报 再来批郭台铭参选 他说呢 政商界要看郭台铭 如果真的参选的话 就变成所谓的三无之人了 这三无之人是无什么呢 无面目 无原则 无诚信 落得一个叛徒之名 好 这是中国时报今天的报道 说如果你初选不服输 有什么面目立足呢 没有原则 也没有中心思想 说过的话完全不算数 甚至来用记者特稿 周玉祥的特稿来批评 郭台铭蹭侯友宜的二哥 要裂解蓝营的后方的军队 这是中国时报 今年切入的角度 昨天韩国瑜在中部造势的时候 他坦诚说 他喜欢喝酒 喜欢交朋友 但是强调我喝酒的时候 从来没有抱过女人 不过坦诚爱喝酒 这几个字呢 变成一些媒体抖大的标题 观感不是很好 但是昨天 这个韩国瑜也强调说 现在大家都在黑韩 现在台湾最大的产业链 是黑韩产烈链 他是从黑韩当中活过来的 而他的太太李嘉芬 在花莲帮他竞选总部 造势站台的时候 说接下来外接黑韩的焦点 可能会说他吸毒啦 或开毒轰趴等等 这是在韩振营方面 释放出来的一个讯息 除了这个韩振营的说话 在王振营部分呢 昨天则是引用 这个王振营 王金平的话说 国民党到底有没有 测换换鱼当备胎呢 王金平接受媒体访问时 他说他不清楚 但是有听说 所以今天在自由时报 把王金平有听说 放在斗大的标题位置 这是今天自由时报的 一个处理方式 除了蓝营来听听看 绿营的一些话题 今天在联合报的二版版头 有绿营昨天蔡英文 针对选举做出来的指示 联合报今天放在二版版头大标 我们又要打仗了 说希望呢 绿营的支持者团结 中华民国台湾派 蔡英文下达任务 走出同温层 最近蔡总统出来 讲中华民国 讲国民的时候 他统一的用字 叫做中华民国台湾 所以他说 我们要团结 中华民国台湾派 昨天蔡英文 授齐全国竞选干部交付的 三大任务 一个是要团结 一个是走出同温层 另外一个是防止谣言散播 不要让谣言拖垮选情 而最近因为香港反送中 情势升温的关系 蔡英文的民调 呈现上升的趋势 不过竞选总部说 不能够太大意 接下来大家聊聊的是 蔡赖配 昨天郑文灿林又昌 等县市长定位之后 台南市长黄伟哲 他也是台南市 蔡英文竞选总部主委 他表示 蔡总统已经说过 跟赖清德沟通没有障碍 他相信最后两边 会有非常密集 而且实际的沟通 至于配不配呢 这方面没有办法揣测 民进党是否真的团结 将会是胜选与否的最大关键 记者邱采薇的特稿 说初选的裂痕还在 立委提名也摆不定 所以到底接下来 有没有可能真正团结 打赢蓝赢呢 恐怕也是 大家必须要放大眼睛 睁大眼睛来看的一个焦点 昨天独派有个大佬 站出来说 赖清德一定会蔡赖配 但是赖清德自己的说法是 时间还没到 这个当然不是当事人自己说的 是由独派大佬 转述这样一个话 到底准不准确 我们大家也拭目以待 除了国内政治话题 今天综合性报纸 头版另外一个焦点 稍早提到 就是香港的反送中 来听联合报 今天头版二题 香港示威堵塞机场交通 机场地铁一度封闭 示威者破坏东勇港铁站 警方强制驱离 所以又爆发了冲突 今天联合报在头版提到 昨天即礼拜六 跟警方爆发激烈冲突之后 昨天的机场交通压力测试 再度堵塞香港机场交通 而机场港铁呢 这个地铁也一度封闭 部分示威者进入港铁站破坏 被防暴警察强制驱离之后 双方又大打出手了 大批的示威者四散离开 经过不同的路线 最后呢 在东勇镇受到大规模 这些示威者的破坏 所有店铺被迫关门 所以警察只好广播叫 所有的人民离开 记者也不准停留 香港民航系统七个工会 昨天发表联合声明 谴责示威者影响到机场 昨天香港机场受到影响 有好多航班取消 而今天华航也宣布 非香港机场同样是取消的 提醒大家出门前 最好还是先打电话 如果真的要去香港 打电话确认一下 是比较保险 因为机场开开关关的 可能会有最新的一个变化 中国时报 今天在内夜的四版 也报导这一则新闻 说冲机场闯地铁 警方封锁车站盘查 香港反送中抗争激烈 东勇站变成了重灾区 今天中国时报在报导当中 也引用了昨天警方站出来的 记者会的内容 香港警方昨天两度召开 记者会说 当天晚间在西环一带 逮捕11人 加上在太子站逮捕63人 一共74人被警方逮捕 不过港警的说法是 有激进示威者 在破坏望角站设施之后 换衣服乔装市民 直言警方是凭专业的经验 跟适当的武力来加以处理 不过港警也证实 有两个警察 是在违缘预袭 严重威胁到生命安全 所以向天开了一枪 真正开枪了 这是在警方证实说 他们的确开了真枪 而警察的公关高级警司 则凌晨开了记者会 形容香港经过了一场浩劫 大批示威者到处破坏 设置路障 堵塞马路 剪断交通灯的耗制 而且还向警察 泼腐蚀性的液体 烧穿同事的衣服 到处放火 所以强调警方有专业能力 分辨示威者跟一般的市民 不会烂打无辜 或者是殃及驰鱼 这是警方的说法 当然示威者的说法 是不一样的 示威者说警方根本是 无差别的打人 或者是逮捕 甚至遇到人就打 还乔装成示威者 警察乔装示威者混在里面 所以双方各有说法 双方各有立场 两边看起来是持续在僵持 而且今天白天 还有其他的抗争行动 而昨天中共政法委发文说 大家斑斑手指看看月圆还有几天 这个发文马上引起大家猜测说 月圆中秋节9月13号 是不是会有扩大执法的可能性 不满港府拒步回应五大诉求 香港学界今天发起 为前两天大罢课的抗议行动 香港中学校长主席邓正强表示 大部分校长有心理准备 相信规模会比六月份 更大时间比较长 他不支持罢课 但是有学校容许学生 在持有家长性的情况之下 参加这场罢课行动 而除了罢课之外 而且还有一些集会活动 也取得了警方不反对的通知书 美国则希望中国大陆 准许港府回应五大诉求 因为先前有消息说 是因为北京方面不同意 其实香港本来已经想要 来回应五大诉求 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撤回反送中等等 但是北京不准 所以这东西就卡着了 今天自由时报在二版说 美国呼吁中国能够准许港府 回应这五大诉求 距离月圆之夜还有几天 扳手指算一算 中方暗示 中秋节会有大执法 这是今天自由时报 放在二版的版头大标 而黄之锋 他则希望美国能够通过 香港民主法案 这是今天在自由时报的小标题 另外黄之锋也呼吁台湾 是不是能够通过难民法 所谓通过难民法 就是未来这些香港人到台湾来 或许在法理上能够更加的得到支持 不过台湾现在我们蔡政府的说法是 目前的法条 我们现在的现行法律已经足够支撑 来支持这些香港的民众到台湾来 这是回应黄之锋提出 希望台湾能够修难民法部分 我们官方的立场跟回应 联合报今天的大标五版的话题版 聚焦的是今天的活动 今天罢工罢市 罢课 百校21行业声援 今天加上明天连续两天 从官方回应五大诉求到目前为止 不得到示威者认同为出发 所以包括中学生 大学生发起的罢课 不罢学 以及各个行业 发起的罢工行动 现在看起来今天明天 应该是会引起相当大的一个回响 到底影响范围有多大 整个香港会受到什么样的牵动呢 大家不妨今天白天再来做一个观察 昨天示威者纵火警方追打市民 港且发生的警民冲突 一共造成63人被捕 联合报则说 美国的对于香港人权法案的立法部分 现在要列为是众院的议程 联合报两岸新闻版说 王岐山在广东 是不是究竟盯香港情势呢 他是习近平最信任的左右手 中美贸易大战升级之际 救火队长抵达广东 这是香港面前第一线 所以大家觉得用意耐人寻味 值此敏感时刻 大陆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8月29号到31号 前往跟香港只有一水之隔的广东 此行耐人寻味 不排除示威习近平 前往粤港第一线 究竟观察情势 这是联合报今天的一个分析报道 放在了两岸新闻版的版头大标 好听完了反送中跟台湾的一些情势之后呢 这个我们先补充一下 今天中国时报头版二题 周十呢 从大陆海协会的立场来批小鹰制造枪 制造炮 还涉及大陆 骂的是说 这一次香港的暴乱 大陆海协会副会长孙雅夫 认为是民进党策动支持香港暴乱 利用香港攻击一国两制 批评蔡英文制造枪制造炮 向大陆射击 而香港反送中 昨天虽然说 在机场有立即的清场 不过还是有部分的航班 跟旅客受到影响 我们的总统府发言人 丁允公回应说 总统府对香港局势关切 但是不介入 希望北京方面不要有不实的说法 把香港问题 归咎境外势力 港府应该坐下来 跟人民好好沟通 才是恢复平静最好的方法 这是中国时报今天的报道 自由时报 今天头版的版头 是来关系我们的健保 说9万人喜胜再创新高 年花健保近450亿元 根据健保局的统计 现在健保支出 肾脏病是最花钱的 慢性肾脏病再度蝉联 去年使用医疗费用最多的 十大疾病第一位 一共36.4万人就医 花费513.78亿 而且国内喜胜已经达到9万人 这是历年来的新高 有六成是因为三高控制不住 高血压 糖尿病等等 这些高血脂 要特别注意 医生则希望大家能够养成一个习惯 定期去检查尿液 一例早发现早治疗 同时饮食习惯避免重闲 避免增加肾脏的负担 除了慢性肾脏病之外 花费健保最多 还有糖尿病 齿银炎 这个牙齿齿银炎 还有牙周病等等 自由今年内夜配合健保 说不时申报健保 追回2000万 有29家院所利用打疫苗 等等来虚报健保费 健保署抓币节流 很多人 这个就是乱用健保费 反正他自己又不痛 好 有一个个案说 光是一个人 他今年6月份为止 天天去耳鼻喉科掏耳朵 一个人掏了十多次的耳朵 掏不完 然后耳鼻喉科 就可以去申请健保费 等等 这是我们在健保滥用的部分 今天自由时报 头版内夜 做了一个半版面的分析报道 下半版面新闻 重点包括老农津贴 从明年开始调到 7550块钱 研议结合国民年金 让农退 月领上万元 60多万人 可以请领 明年元旦调涨老农津贴 7550块 越发可能要多多支出 45亿元左右 动员党绿能 国民党的这个 执政的县市单位呢 钟张云 现在绿能的建设都卡关 自由时报说 云林县政府撤销台西绿能专区 导致日商三井住友 8亿元撤资 整体专区400亿元投资泡汤 而在官员部分就说 其实现在蓝银 执政县市不止云林 钟张云都有 绿能案件受到影响 质疑国民党是总动员 来卡现在 民进党全力推的绿能建设 说人年纪轻轻 就吃到那么肥 被检方依公然 侮辱罪提起公诉 一个男生 他在新竹 他控告成心男子 在网络游戏当中 侮辱他打赢官司之后呢 这名男子在赖群组 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用了一个字说 哎呦 这个人年纪轻轻吃那么肥 真可悲 不过被他讲的人很生气 就说啊 你这根本就是 已经侮辱到我了 所以向检方提出告诉 新竹地检署认为 他真的是针对体型 跟外貌侮辱的人身攻击 构成公然侮辱罪 所以全案提起公诉 另外在今天 自由时报的编栏提要提到 中客到台湾来 大幅下降 旅游新市场撑腰 海滩离岸流杀人 六名移工 溺水一个人送命 这是自由时报 今天的编栏提要 以上是早报 头版的新闻焦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听一下广告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来掌握财经报纸 以及内页的新闻焦点 上班上课 注意时间 现在已经7点47分了 新闻事件这么多 正常 早早早 香港反送中怎么办呢 我觉得已经 最好的时间已经过去 就是两边可以赢 或双赢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已经没有机会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观察说 比较让人悲伤的事情 看到两岸三地 确实是越走越远 越走越远了 因为你看 很多网友 大陆网友 看香港反送中 跟台湾看香港 香港人看反送中 反送中是不一样的 就觉得说高压跟怀 就是两种手段 你高压对中国大陆 或许是有效 因为他们 对大部分的中国朋友来讲 他们已经习惯 他们的信仰就是奉行国家指令 以国家发展为优先 国家秩序优先 台湾跟香港不一样 我们是要民主自由 这是我们的信仰跟协议 就算你再讨厌现在的执政党 再讨厌现在的政治氛围 或者你觉得台湾现在很混乱 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说 你要放弃民主跟自由 我想台湾人大部分是不会的 就是台湾人跟香港人跟大陆人追求 其实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北京永远不明白 如果你想要让香港喜欢爱国的话 其实你的前提不是镇压 不是打压 而是你要让香港人认同你 台湾也一样 你如果好到台湾人想去当中国人 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7点48分 欢迎回到中网早报新闻 我是谢业荣 先来听今天两个财经报纸 在头版的焦点 工商时报头版头条 瓶盖火力全开 避开贸易大战 新的iPhone早就组装了 这是针对美国对中国大陆商品 加征15%新关税 昨天中午正式生效 中国大陆也立刻加以反制 两国贸易大战升高到另外一个阶段 现在美国对大陆货品课征的关税税率 平均超过20% 这几乎是美国在二次大战前 贸易保护主义期间的关税税率 所以大陆让步或者是美国经济走软 甚至衰退 美国总统川普才有可能会改变关税路线 不过现在看起来 美中之间没有太多和解的可能性 而台湾会受到的影响是什么呢 今天工商时报切入的角度是 其实为了避开这个关税大战 苹果火力早就已经提早开满 面对12月15号 手机就要被加征关税 所以今年iPhone组装厂合硕 红海提前到8月中下旬 就在组装新的iPhone 包括台积电大力光 玉光金这些供应链全力支援 不但8月营收 有机会反映提早组装的利多 iPhone出货忘记 不排除可以一路忘到12月中旬 关税生效前 其实苹果在9月11号才要举行说明会 到时候大家才会亮相新的iPhone 或者是有哪些新的性能等等 有别于过去 它可能是说明会之后才开始组装 现在通通都已经组装完毕了 要避开这个关税大战 工商时报另外有点到 这些主要的硬体产品当中 只有iPhone跟苹果笔电系列 延到12月15号被课关税 而成长性最强的智慧手表 Apple Watch 以及蓝牙耳机 这些都是100%在大陆生产 9月1号昨天就开始 面临15%的输美关税 但是到目前为止 苹果还没有对外说 他们是要为止原本售价 自己吸收呢 还是要转嫁给消费者 这当然后续也有影响 影响是什么呢 影响到市场的供需 你变贵了 当然它整个需求量就会下滑 而供应链也会受到影响 这是大家后续要来看一看 苹果是怎么说怎么表态 美中第四轮的关税肉搏占 全球挫勒蛋 厂商警告 关税增加成本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多项科技产品可能因此涨价 这是一个部分的预测 不过另外一个消息也说 苹果打算自己来吸收 不知道不知道到时候会变什么样子 而在经济日报 今天的头版二题则来算一算 全球电子业因为美中贸易大战 打了一年多损失了百亿美元 到底谁受伤比较严重呢 美国新一批的中国大陆 输美产品加征关税 影响到消费者的荷包 所以最后反噬的恐怕 不只是中国大陆 大家都会受到影响 好 再来听到的是 今天的旺报说 无谓贸易大战 露气变得更加茁壮 入500强榜门槛攀高 千亿加速刷新记录 这是针对2019露气500强名单揭晓 前三名分别是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国家电网等等露气 而在这500强的门槛 比去年还要高 几身千亿俱乐部的企业 多达194家 再创新的记录 所以旺报说 你看看我们的露气 完全不怕 中美贸易大战的影响 这是今天贸易大战部分 头版可以看到的一些标题内容 经济日报 今天头版头条来听到的是 利变保单降息 保护的回馈缩水 三家的受险 266项商品下调利率 今年的第五波 经济日报在头版当中提到 国泰人寿 富邦人寿宣布调降 9月份力变保单宣告利率 全球人寿 今天也会跟进下调 三家受险 一共大约266张保单 同步降息 台币保单宣告利率 降到2.25% 美元保单降到3.2% 都是今年以来的新低 人民币跟澳币保单也是下降的 保护每个月拿回的增值回馈金 就跟着缩水了 所以一共266张保单商品下调利率 保护荷包大缩水 这是经济日报 今天头版关心的焦点 财经报纸 今天的边栏提要 以及头版下半版面的标题 经济日报 头版下半版面说 台烧回流 国产署加紧市地 国有的大地主 积极推动专案设定地上权 要提供另外一种用地选择 边栏提要 全球半导体景气二度下修 以及台积电征裁三千人 限时加发薪资 讲的是台积电要征裁 要早三千个薪血 而且其中有一个条件说 如果你收到聘书 40天之内 年底前报到的工程师 我限时加发你两个月的薪水 今年经济日报 放在三版的重点新闻 工商时报 今年的头版编栏重点 也有台积电征裁 说有机会加薪两个月 外资回头瑞幸科技论坛聚焦 担心倒闭潮 工技聚业者向政府求援 这个东西工商放在二版板头 为什么担心这个倒闭潮 也是因为中美贸易大战升温的关系 说现在工具机很需要政府的帮帮忙 因为大陆严控企业出走 转单效应落空 景气见底又不是底 整个中美贸易战关税战开打之后 影响难以估计 如果政府再不伸手援助的话 业者担心他们撑不过农历年 可能会有倒闭潮 另外变了重点 台北七大商圈带租店面 是东区最糟糕 这个整个空电潮恶化 成长放缓 印度经济危机照顶 国际焦点再来听到二战 八十周年 德国总统请求波兰原谅 正式道歉 史坦麦尔保证会牢记历史教训 发言被认为是针对极右派 波兰总统杜拉泽谴责纳粹的报信 昨天这个德国总统说 德国人在波兰犯下反人道的罪 要有谁说这是过去 都是他个人的判断 他正式的为德国过去的行为 公开道歉 伦敦有十万民众上街头 痛骂强森可耻 因为英国首相强森为了硬脱欧 架空国会把整个修会期延长 在英国的国内 引起相当多的示威抗议活动 战机之后 我国要向美国采购M142火箭系统 射程远达300公里 特别的敏感 而联合报军事新闻则说 国造潜舰战斗系统改由美方主导 因为政治气氛转变 美方估计变少 内装技术支援由厂商层级 转为美国政府居中保证 估计年底就会正式的公告 内衣新闻自由时报的财经焦点版 为老案容积奖励有料 三分之一取得三成 申请高额容积奖励不困难 近30案取得四成 占比大概两成左右 另外在内夜新闻当中有提到 昨天有菲律宾籍移工到台南安平区 关系平台玩水 六名男移工不知道这是危险海域 下水之后呢 有一个人死亡 两人命为送医 另外三个人清醒 提醒安平海域这边 其实因为他自己潮汐的关系相当危险 所以真的玩水要特别注意 体育焦点 昨天我们的这个U18世界杯棒球赛 中华队拿下第二胜 5比4 险胜大黑马西班牙队 目前战阶两胜一败 晋级六强赴赛 机会相当浓厚 今天要对上日本队 而在宝岛娘子军 美国网球公开赛部分 昨天谢淑薇的女双晋级 16强赛小瞻混双抵达8强 而双瞻的女双 同样是赢球 好这个女将表象还不错 美网单日三胜 现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世界杯 南篮赛昨天第二天的赛事 E组F组G组 以及H组的比赛登场 这东东都是死亡之组 因为每组只取两队晋级16强赴赛 所以预赛每一场比赛都是生死大战 今天早报有这个 每一组对战的分析报道 还有在王维中的消息部分 今年在大联盟层级的三位台湾好手 其中被运动家 他这个指定转让的王维中 大家本来很乐观期待 他回来帮我们打12强赛 不过现在又被老东家海盗 挑进了40人名单 所以今天早报说 如果指望他回来打12强赛 好像又有一点变数 不管怎么样 如果说真的没机会 回来打12强赛也很好 如果说有机会 能够在大联盟继续历练 寻找机会也不错 祝福王维中 还有另外在影剧新闻部分 今天影剧版面 有林志颖夫妇 昨天有一张照片 在网络上引起很多的争议 这是他们在罗马假期的 这个非常有名的阶梯 西班牙阶梯上拍了照片 露眉腿 违反当地的规定 被抓到要罚400欧元 台币大概14000多块钱 看到媒体报导之后呢 他们在意大利玩 本来没想那么多 但是原来这个是违法 很多古迹 你不能够乱做乱排 甚至去吃东西的 所以林志颖夫妇 在网络上也已经公开道歉了 以上是今天早报新闻内容 我是歇荣 谢谢大家的收听 七点早报新闻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 拜拜